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鵬圖 跟大家分享心水的時候 大家最重要是 還沒講心水之前 記得CLS我們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 希望我們食佬 和大家一起 邁向明以好的明天 還有新的消息 按鈴鐺 立即有新片 你就會收到 好了 這個時間 看看有什麼心水 推介給大家 就是八場 三班一千 八號的日日營 看回前一場 都是跑一千七 當出閘 看到黃武雄三 現在跟在第二位 就是日日營 這隻日日營 真是厲害 想不到他 轉跑一千直路 真是非常厲害 好了 現在慢慢看到 跟那個位都很厲害 他不斷放在後面 你看到 那個狀態 12號 那隻就是了 正在放在來欄 前面 那隻想走掉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 神速奔馳 然後 你看到 前面那隻不斷放在去 然後 他也是 第一時間 看空 看到盾哥 跟你死過 跟你砌過 一砌下去 就賣油 你看 那隻神速奔馳 都不夠招 後面跑第三次 跌完之驅 第四是高明進帳 都掉了 這場輕輕鬆鬆 鄧智峰 贏2個 2有4分1 馬位 那這隻馬 接下來星期日 也是排過12檔 比上次7檔更加漂亮 只要塞住好位 最後衝那段 這隻馬 絕對是沒問題的 所以 我的推介 就是這隻一千直路 頓哥也是摸著這隻馬 也是跟他贏 非常之害怕 知道那個法力位 一比下去那隻馬就有了 OK 好 那我重複一次我的重心推介 就是這場 八場八號的日日營 希望這隻馬 可以幫助羅富全 接下來你也知道 這個聶馬師想爭冠軍 希望今年也有機會 借下他師傅 成為這個 第一次獲冠軍的聶馬師 另外我很怕 當張老師對好片 推介給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食老台 記得CLS我們 OK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好 這隻日日營 厲害 我覺得這隻挺帥的 首先看回前一場的影片 上場我覺得 都是輸一點 其實上場 都是幾隻一起衝 拉子衝得不太好 但整體都非常之好 這隻馬一千來講 今季 哇 真的厲害 那個跑法 這次的檔位更加好 十二檔 十二檔 上次是七檔 今次十二檔 一千直路 十二檔更加好 他塞到一個領位 他有些遮擋 譬如有些前觸馬快 他跟在後面 最後就是抽零 這樣就過你 那隻 希望這個玩法就是這樣 繼續都是頓哥 還有羅富全 你知道 今年一定是 希望爭 冠軍 我覺得這隻馬 應該沒什麼問題 張老師 我借一些朋友 有沒有選舉 其實三生好運 其實三生好運 這些都真的想得過 之前我都說過 其實有些快活谷馬 如果他近來狀態好 他轉場 未必不行 這隻大家冷黑 我有一隻就有班底 今季沒什麼表現 但他下來三班 我覺得他未必會不行 就是平海掌聲 這隻一向一千厲害 這隻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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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季沒有表現 下來三班 有個十檔 周同學減三磅 這些如果有賠優 就減一減 這個時間 多謝錦衣衛 多謝錦衣衛 四大明報之一 他終於鋪頭 多謝你 Michael說的那隻三生好運 都對 不過這一早晚 坦白說 為什麼我會選這隻呢 我覺得這隻是今季 暫時一千直路表現好 張老師選那些是 沒有訪認 這隻平海掌聲的班底是有 但是我嫌他今季 他都 沉一點 沉一點 但是這隻有分頭 當然 他跑出一千直路那些 他真的厲害 跑八成也夠數 是啊 他跟全城那些一起來 另外其實都很多隻 腳呢 譬如你一號當家精神 這個路程都四圈 一千直路 也是一隻很精神的馬 你是嫌他什麼路頂的 因為 稀威心的停賽 找巴道 另外有隻二號馬呢 巴薩諾瓦 巴薩諾瓦都要留意 他本身英國呢 都是贏開那些直路的 直路賽 他贏過那些直路賽 一千二都贏過 所以呢 他很有趣的 這隻馬 試過跑菊草兩次一千 無料到 可能太急了 這次跑直路呢 巴薩諾瓦都要留意一下 還要是阿善的好朋友 阿善的好朋友 阿善的愛將 阿雷神 所以這隻馬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不是開玩笑 其實呢 不過這樣說 好像很犯本 有隻呢 癲癲地的那隻 就是法律谷過來 很多隻癲癲地的 經典之聲 當然啦 這隻東西 你猜不到的 突然之間爆出來 精彩勇士 都是一千席路 很厲害的 這組都很厲害 還有 你剛才說張老師 或者跳出世界 當然啦 跳出世界 和平海掌聲 這些狀態比較低了 我否認真是低了 另外 三星好運這隻 阿Michael先說了 待會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 英國 剛才贏了一點 英國馬 恭喜 在賭英國馬 沒問題 繼續贏多一點 沒問題 布宜學上身 不過英國布宜學 一直都很厲害 這個布宜學 他的騎工 跟莫雅那些 我自己覺得 他跟莫雅那些 都很接近的 你說到英國騎士 就最近有個著名騎士 都不在啦 柏國 柏國 八十幾歲 其實柏國 那時候他跟魏德禮 禮親的一方 都真是非常之厲害 沒錯 很明顯是當時 香港的騎士 跟這些 真是世界級大師傅 是有點距離 這些 那時候 就算是古東尼摩加利 都是香港級騎士 加上筆琪那些 是筆琪 其實 拍到那些 電堂級 真是 哇 原來可以騎士 所以沒有的 有時候 你遇到那些電堂級的 你就可能吃著那個 陀地之勢 當然就是 這些真是厲害的 但好像說 臨老 都好像 生活都老到一點 因為在醫院 真是慘的 年紀大 先看 蔡先生 一馬出幾隻 是啊 蔡先生 我都說 那幾隻 其實這一組 有很多隻 一千 是有成績 給大家看的 真的 所以這一組馬 我為什麼會選一隻 日日型呢 我喜歡這隻馬 這隻馬的跑法 因為這組馬 它有幾隻會快放的 譬如 經典之星啊 精彩勇士啊 好好學習 這些會比較跟前些 快些 有個步速的話 那有步速呢 你看到人形 只要他十二檔 阿頓哥就懂得跑 坐在後面 有遮擋 跟著你們那些 快 拉個步速 可能會快些些 或者正常偏快些的步速呢 他拉屎 我就喜歡他鬥上來那一刻 還有呢 蔡神仙B 就是蔡神仙 他剛剛那隻 艷艷完碎 都是臨尾爆三十幾倍 你說平海掌聲 為什麼我 如果你說這麼多隻我 你叫我推薦一隻 我就給平海掌聲 一有班底 而這些 直路有根據 那我 如果他有三四十倍 我就拖多住下去 是啊 黃腳立 黃腳立都有十七倍 阿Tony Lo說得對 隨時有嚴言完碎 這些 你無端端 因為阿蔡 阿蔡很有趣 我們經常都說 他真的是 預賽於操 是 你不要想著他一場出幾隻 他那一場就回來了 是 就是他那兩隻 你看到 他是有些東西的 有時 他對馬多 而且是真的 他本身大馬房 他有一些馬 你被迫在一起 是 有些馬他真的 沒有路程 沒有路程 大哥 你以為我想 是不是 有誰不想 每一隻馬就出回一個路程 那你沒有 有時都要編在一起 所以 是啊 張仔 鄭仔 鄭仔 說什麼 莫雅想在香港發展 那莫雅是鄭 如果莫雅也離開 那蘇兆輝也離開 哇 那就砌到死 很好看 其實很好看 其實那時候 那些 布爾學離開 布爾學未必會離開 不會的 國際騎士那些 布爾學也是一個很硬工的騎士 很 拉屎你買布爾學 除非他開樓 他打雷 世界都是數一數二 真是厲害的布爾學 可能有些人覺得 咦 未不聽過 其實他在英國都起了 在世界都起了 布爾學 你看他那些英式的打法 夾馬很實 打雷那一刻 很吃到那隻馬 其實我自己挺喜歡蘇明倫 阿神蘇也很厲害 不過見仁見智 有些人未必會這麼喜歡 那 那 誰 梁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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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律師 我剛才搭了他的 沒錯 那就是很多單飾櫃 如果你有看開 上季英超 很多時候都會單飾櫃 英超 美職 就是 美國足球 也有 沒有的 我也是一個尊重 一個儀式 希望 說真的 體育 大家永遠都希望共平 是 開心的 OK 那繼續多些人問 多些人留言 我們繼續講留言 那這組 張老師 剛才Michael 做了一隻 三星好運 這隻馬 看看有沒有運仔 這組很多馬 真是 哇 如果觀眾說 多謝我給平海象星 平海象星 這隻也是一隻 大家都要留意 上次輸給電源之區的 那隻 范哥爾 是 他最終的 這隻馬真 很多的 總之 很多 但我都喜歡選這場 我覺得 每天的跑法 挺好 我挺喜歡 所以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好不好 OK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繼續 回到第四節 和馬迷一起聊天